和平峰會真的有機會帶來和平嗎當然全球很期盼 尤其是澤倫斯基但是對於烏克蘭的民眾來講 有沒有可能叛到和平一共有80國簽字 雖然說加一加因為各國不見得都派政員 所得是代表大概有100個國家左右 在根據報導來參與的與會 其中烏克蘭的和平峰會公報 這件事情提的訴求卻有10個國家 包括印度 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國家都沒有簽署 那土耳其跟沙烏地阿拉伯甚至表示 只有俄羅斯參與之後才能夠去取得有意義的進展 否則你們簽的和平也只是白簽的而已 所以這張所謂有凝聚和平力量的全家福 這個和平峰會的公報到底有沒有效力 還是實際的效果有限表現一下這個環節的氛圍而已 當然更重要的是多少人要出錢給烏克蘭繼續來奮戰下去 現在凸顯的很多局限性包括什麼全球南方的國家的分歧 或金磚國家沒有簽字所產生的這個不一樣的意見 卻說要孤立俄羅斯有沒有辦法辦到 從之前一旦一再的圍堵跟抵制制裁都沒有產生效果 到現在那當然也就更很難看到成效了 奧地利總理則是說根據西方同溫層這種感覺一樣 像認為沒有亞洲非洲南美洲參與 西方在和平上就無法影響俄羅斯講的也都是大實話 但哲倫斯基非常樂觀 他昨天甚至講說他認為相信從這一天開始 和平就要到來了 但中國呢過去他一直都是哲倫斯基是以批評中國的態度 說提供武器啦支持俄羅斯啊等等的 但根據外媒的報導啊 連美國自己對於俄羅斯基烏克蘭的支持恐怕都有限 除了拜登自己沒有參加會議派副首代表之外 賀錦麗還甚至會議還在召開哦 16號還有各種的活動峰會要舉行的時候 賀錦麗已經走了 已經回美國去了 那只在瑞士大概幾個小時就離開 路透社的報導說 這一次代表美國參加週日高峰會的是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利文 那北京缺席了這次的峰會 賀錦麗之前前兩天都還在批評跟指責中國 但好像改口的說法了 他說希望中方能夠參與對話 而且提出建議 他說他從來沒有說過中國是敵人 他希望中國成為烏克蘭的朋友 過去我們比一比從6月2號曾經講 中國阻止其他國家參加和平峰會 13號講習近平承諾不會向俄羅斯出售問題 雙方可以找到對話現在直接說中國不是敵人 中國可以幫我們 有沒有可能所謂沒有北京參加 沒有莫斯科參加的情況之下 希望這個該峰會被孤立有沒有可能 所以才讓哲論斯基轉向呢 克里姆林共發言人佩斯科夫說 普京不排除跟烏克蘭談判 但需要保證 如果有需要的話 哲論斯基說明天就談啊 但問題是現在有辦法談或美國 拜登給指示是什麼 要讓和平降臨嗎 拜登沒有去參加峰會 他去哪裡 他去募款 才會跟很多的藝人還有明星站在一起 但是又當機了嗎 來看看這段畫面 旁邊站的是歐巴馬 當舞台上掌聲響起大家拉開布幕 在觀察的時候 大部分人啊 台上的這個來賓 都會揮揮手啊 跟台下互動 尤其是你看看歐巴馬多會 但是拜登又愣在現場了 所以趕快歐巴馬把他牽著 好像是他老父親一樣 把他牽離開到舞台該去的地方 那像這樣的拜登接下來的選情 當然川普也不給予好臉色看 川普直接對於烏克蘭支持的和平協議 給予酸溜溜的說法 聽聽川普怎麼說 我還是很難想像他馬上要跟拜登兩個人做電視辯論了 這個差異實在太大 還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 除了再想操 是 還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薩克斯 他也有一些分析看法 聽聽他怎麼看 會不會覺得這個既視感 就站到最後一個人拿著我們的武器 前一段跟我們討論台灣的情況 是不是這樣呢 亮哥在和平峰會裡面的結論 真的能帶來和平的曙光嗎 我不知道哲倫斯一的小孩有沒有待在烏克蘭 至少我知道賴清德的小孩沒有在台灣 所以你剛剛一口同聲說叫他回國 所以我說喜歡主張這種 站到最後一兵一族的 最好你的小孩都在台灣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對不對 那哲倫斯一事實上烏克蘭 他單方想要來主導和平峰會 這個坦白講你沒有這個份量 那美國拜登也不來 因為中國不來 拜登中國就覺得說你不是兩方怎麼談 俄羅斯沒有一輩邀請 中國大陸就決定不來了 那中國不來拜登就不來了 那這是連鎖反應 因為哲倫斯一邀請了160個國家 那最後只來了92個 那最後聯合聲明只有78個國家簽 連全球南方我們說比較重要的 他還特別去跑一趟新加坡 香格里拉 希望東南亞國家能夠連署 東南亞國家都拒簽了 巴西也沒來啊 所以那個奧地利總理講得最直接了當 他說感覺好像都聽到我們歐洲的回音 因為在場的大部分都是歐洲國家 那這樣有什麼用呢 而且他本來你的十大議題 後來被刪成三個議題 那連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樣的字眼都被刪掉 那我實在不知道你搞這個合會是要幹嘛 可是我跟你講現在就是很麻煩的一個情況 就是哲倫斯基搞這個和平峰會 那普丁就出招了 普丁就直接提出俄羅斯的和平方案 那坦白講也是很嚴苛啦 說實在啦 他要既有的四個幫 以現有的界限為準 而且他說這個叫做和平方案 不是停火 是永久性的和平方案 那你只要承諾不加入北約啦 中立啦 不要發展核武啦 那我們就這樣搞定啦 那哲倫斯基第一時間就拒絕了 那問題是普京後面還有啊 他說如果你們不接受 那後面的流血衝突 你們要負全責 所以這個坦白講在談判上 形同最後通牒啦 對不對 這個就是悲劇嘛 就是你這樣搞 都是搞一種不會成的局嘛 你俄羅斯單方出最後通牒 那烏克蘭搞沒有俄羅斯的和平峰會 那就基同鴨獎嘛 那為什麼當初不去聽 不管是中國啦 土耳其啦 法國啦 德國 都想要當和事佬啊 為什麼不走這條路呢 坦白講就是 美國到目前為止 還不希望你去談啊 這個就是麻煩的地方啦 就是到底烏克蘭 有沒有準備要談判啊 所以我認為啊 未來俄羅斯可能會弄出一招啊 就是去煽動烏克蘭內部 想要談的啊 把責任司機換掉 我認為他可能會做這個動作 那就是去 這個坦白說啦 這跟當年國共談判不是一樣 把蔣介石換掉 那李宗仁就可以談啊 有點這個味道啦 可是這樣當然就會造成烏克蘭內部的政局的紛擾 而且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 因為有些人會看這樣打下去怎麼打 對不對 那個剛剛賴老師講的很好啊 賴清德就是認為我們第一戰必輸嘛 所以就準備打城鎮戰嘛 瞧不起我們軍隊 不是嗎 不然賴清德怎麼可以說要打到一兵 最後一兵一組 他就是準備要打烏克蘭模式 要打城鎮戰嘛 那為什麼第一級你認為必輸呢 是 所以當川普在講到這些談話 就是哇 其實烏克蘭好厲害啊 整個世界每次回來 都帶著滿滿的鈔票走 其實恐怕也都說中了很多美國人的心聲 當然是 我覺得川普講得很清楚 就是來這邊就是來要錢 可是美國人欠了 美國人本來就應該 就是打到十月以後可能就拿不到了 但是美國人有義務有責任 要付給烏克蘭錢 因為當初這個戰爭 是美國人挑撥烏克蘭去打起來的 就好像美國人當初也要挑撥台獨的 去跟大陸打仗一樣 那還好台灣這邊 我們廣大的台灣人民聰明 所以我們讓民進黨輸得很慘 九回一也輸 然後那個立法委員也輸 然後總統事成 偽民主 假民主 這個不具有絕對多數人 竟然可以當總統 這個怎麼會是一個民主呢 民主一定是絕對多數嘛 那絕對多數是不贊成他當總統 結果他當總統了 這個叫做假民主 好 那不管如何 台灣的老百姓他有智慧了 所以美國想挑撥兩岸的戰爭 沒挑撥成功 大陸的領導人也太有智慧了 所以也沒有中了美國人的陷阱 但是差一點點 那時候民進黨在台灣挑弄 那個憤青 大陸的憤青 他們都喊打喊殺要武統 還好他們控制住了 好 那問題就在於 烏克蘭就掉進去了 昨天司機想那個民調這麼低 想要連任 結果就發動這個戰爭 跟俄羅斯就打起來 這一打起來 目前來講是俱略士 俱略士的和平峰會說 你給我全部都撤軍 我才有可能和平 你現在打不贏人家 你是俱略士 那俄國人就說撤軍 撤到哪裡去 現在這州已經是我的領土了 不是你的 那我現在只是前提就是 現在為邊界 還是我傳統的州的邊界為邊界 那我現在可以讓一步 以現在的邊界 而不是傳統的邊界 如果你現在的邊界不接受 我就要傳統的邊界 那要繼續打了嘛 要再擴大 我覺得這個談是談不了的 好 現在的問題是 這個聯合聲明說有78個國家或是80個國家簽署 意義在不在 不在 沒有用 為什麼 聯合國大會每一次決議 決議說你美國必須要撤掉對古巴的全面制裁 美國理嗎 聯合國大會都不甩了 聯合國大會也做了一個決議 說以哈要停止戰爭以色列不能再打了 以色列甩嗎 美國人甩嗎 不甩 更何況這種和平峰會 連聯合國大會等級都不到 沒有人甩的啦 所以將軍看到這些所有的戰略 如果要和平 哲倫斯基要依靠什麼 美方就是一直援助 所謂的軍援各種的援助的方法 但在現在的戰況看起來還是仍然非常的艱難 對 他走到我們講到的戰略的死胡同 走到的戰略瓶頸 他走不出來 他的很多東西都是一廂情願 這和平峰會在瑞士舉行的 也是一廂情願 你沒有俄羅斯 你那革命會 你不要說開 你怎麼開 開了 做那個捷律 真正的對象 真正的核心的目標是俄羅斯 他跟俄羅斯去談 你沒有俄羅斯談 你所有國家的背書沒有用的嘛 你這背書 那俄羅斯繼續打 就是這個樣子 那其他國家幫不幫烏克蘭 派不派兵 烏克蘭 幫烏克蘭去打俄羅斯 其他國家沒有國家派兵 那你叫烏克蘭自己打 打到最後面 在自己的國土打 人也死了那麼多 整個代都斷掉了 斷代掉了 這是沒有辦法 他戰略錯誤了 方向不對嘛 談判的主軸跟對象是俄羅斯 他搞錯了 搞和平公會 弄在這邊 你弄在這裡弄 還是沒有用 做的是零分 他背道而馳 非常的可惜 另外一個 最重要的這個哲倫斯基 戰略盲動 戰略盲目 當初是在2022年的時候 這個2月24號 爆發事件 我們可以看 他並沒有做心防動員 只做仇恶 就是沒有心防 仇恶動員 但是沒有做心防 你要心防 要思想 我要心理武裝 沒有做 你看到沒有 那時候雅述營很厲害 雅述營 專門在頓巴斯 包含盧干斯克 跟頓內斯克 殺得很慘 專門殺這些俄羅斯的人 俄羅斯裔的人 這些人 結果雅述營你看到 很像當初的義和團 俄軍進來的時候 雅述營沒了 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雅述營不是很會打仗嗎 在頓巴斯殺了一萬四千個俄羅斯人 不是很厲害嗎 俄羅斯大軍進來 雅述營消失 變成這個狀況 很像我們可以看 很多在歷史上可以做類比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可以知道 意識形態掛帥 就是仇惡反惡 結果現在打到最後面 想停停不了 美國沒有喊停 烏克蘭不可能停下來嗎 那怎麼辦呢 怎麼樣去收尾 停不停 看要看普林要不要繼續 接受烏克蘭的條件 所以我們來看 真正的烏克蘭要去想 到底是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他要去收復這四個州 扎波羅勒 赫爾松 還有盧甘斯克跟盾利茨克 根本沒這個能力 你看他反攻了兩年 還是沒有辦法收回來 一寸土地 所以他真正為何而戰 當初的戰略的方向弄錯了 老師在台上迷路的拜登 有可能讓戰爭 幫助烏克蘭結束嗎 真正最慘的燈 都是只有烏克蘭的人民了 休息一下 我們有更多的話題 不要走開 地面政治很多的重組重新 敵人跟朋友很難分 例如澳洲曾經有一度 跟中國關係非常的緊張 但是現在關係改變了嗎 李強總統總理 李強到了澳洲去訪問 由澳洲外長黃英賢親自接機 看看下飛機這段畫面 是非常李玉給他的一個規格對待 那下飛機之後 當然馬上就要展開澳洲國會啦 隆重歡迎儀式啦 還有接下來在地緣正式軍方對峙 地區緊張 這些幾首的談判的問題 要揭開序幕 那更重要的是 閉門的會議裡頭呢 還要有各種國家利益的問題 來討論 看起來兩個人雙方的互動 是非常的好 也是高規格來對待 李強表示 過去幾年中澳關係 曲折重回正軌不容易 所以重要是要共同努力 努力什麼呢 澳洲要的當然是有更好的關係 包括 不要再擋龍蝦了嘛 要各種的商業契機跟合作 立刻中方所做的事 澳洲要獲准納入大陸的免簽證計劃 雙方是一個不管觀光或商業的 進口出口都可以有更好的合作 那北京也要向澳洲提供 兩隻大熊貓旺旺跟福尼 延續熊貓外交 李強也要訪問主要的葡萄酒產區 表示葡萄酒啦 龍蝦啦 都是馬上要開放的 取消禁令的重要的關係 所以澳洲外長黃一行才講說 哇 這一磁刑對於中澳貿易關係穩定 非常的重要 我們算算就知道啦 2018到2019年 澳洲龍蝦本來佔多少比例呢 94是賣到中國去的 這個一倍處分跟關係的不穩定 立刻就損失了這麼高 7億澳元的訂單 所以要恢復很重要龍蝦訂單 但我們來看看在電動車的部分 歐洲企業也很緊張很擔心 因為歐洲的歐盟關稅的這個提高呢 對於其他的私人的企業汽車廠來講 簡直擔心的不得了 或者是個別的國家 所以像歐洲的傳統汽車的巨頭啊 也宣布要放棄在歐洲自主生產 因為他認為在這裡生產 反而會產生更大的問題 評價電動車面臨的空前的挑戰 而德國也很緊張啊 因為他傳統的油電車 就是他這裡跟中國大陸 不管進出口合作是最多的 所以副總理哈貝克 也馬上6月19號要到韓國跟中國 進行訪問 就是擔心萬一到時候 中國抵制衝著他而來 德國將是重傷害 亮哥在澳洲這一趟 這個李強的訪問裡 看起來雙方的關係正在改善 我覺得主要是澳洲啦 因為澳洲就卡在中國跟美國中間 中國大陸倒是很一致啦 不過我覺得中國大陸也沒有 有做太樂觀的期待啦 比如說會不會去修改什麼AUKUS啊 我說這個不太可能啦 說實在啊 他也許到紐西蘭 會希望紐西蘭不要加入AUKUS 可是澳大利亞已經在裡面了 那他了不起只是會跟他講說 會建議他啦 說安全的 那個澳大利亞的安全計畫 有必要搞到第一島鏈嗎 你距離這麼遠 這個坦白講是不現實的 事實上澳大利亞的工黨也有人 有不一樣的想法啦 那只是澳大利亞現在卡在 因為美國恰住他啊 不然那個前工長那個Kidding 他就公開講啊 他說澳大利亞的安全的問題 應該主要就是南太平洋跟印尼吧 怎麼會扯到第一島鏈啊 那距離多遠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到澳大利亞是5800公里 那結果他要做核潛艇 我就不知道他核潛艇要開去哪裡啊 你做核潛艇很明顯就是要配合 美國的佈局嘛 不然你為什麼要做核潛艇 核潛艇就是沒有距離限制嘛 你可以做遠程的打擊嘛 可是中國對澳大利亞到底有什麼威脅 對不對 我們講軍事上的啊 你當然如果是政治上 有時你會抓到一些間諜等等 那個各國都有啦 我們現在講軍事上的啊 事實上那個Kidding他就公開講啊 他說澳大利亞應該買的應該是 在周邊近程中程的 比如說驅逐艦啊巡洋艦啊 這比較實際吧 還有巡洋艇啊 這恐怖才是符合他的安全的一個想法吧 可是就因為美澳的共同防禦條約 我覺得事實上 坦白說啦我們講那個 這個二戰流下來的啦 就是美國跟蘇聯是競爭在全世界嘛 那有很多共同防禦條約 所佈的局啊 對很多國家來講都距離太遠了嘛 事實上澳紐就是這樣被編入啊 美澳紐的共同防禦條約 那就是針對蘇聯的擴張啊 那現在改成對中國的擴張啊 可是蘇聯可能是真的要做軍事的布局啊 那中國大陸有像蘇聯這樣嗎 所以坦白講如果這個問題 澳大利亞沒有辦法想通啊 他跟中國大陸的發展就會有一定的極限啊 你說你要好到哪裡 不容易啦 可是我覺得澳大利亞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 比如說他願意讓比亞迪進來嗎 因為我今天剛一個澳大利亞的網友跟我講 說澳洲對所有的汽車進口都免關稅 我聽了我都快要昏倒了 免關稅 因為畢國是關稅加貨物稅57% 對啊太誇張了 所以他說他們那邊買中國車都很便宜啊 他就是認為這個就是你日常要用的代表工具 開放競爭 對他就開放進口這樣 所以他也有做到一定的程度啦 所以中澳之間是要談經貿容易 但軍事合作 這才是最敏感的部分 我覺得大陸也沒有要跟澳大利亞有軍事合作 那他只是希望說澳大利亞不需要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至少在中美之間維持一定程度的平衡 你往美國靠可以 但是不要敵對中國 我想這個是中國大陸的底線 就是說你可以靠向美國 你可以加入美國很多的組織 但是美國的一些組織如果是要對抗中國大陸打壓中國 那中國沒辦法接受 你只要不要玩得太過分 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對於澳大利亞本身就是安格拉薩遜族 他們本身的這種血緣關係或是文化的關係是理解的 但是並不表示能接受 好 但是在經濟上是高度的互補性嘛 而中國大陸事實上是在增大澳大利亞跟紐西蘭 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 因為這個對大陸也沒有什麼不好 為什麼 因為大陸有很多的產品 本來就是要外買 不管是龍蝦 紅酒 當然中國大陸自己也有 但是市場夠大 所以它也需要要進來 如果有更多的這些大宗物資 農產品都進來 那大陸也有更好的條件 跟美國 跟巴西 或是跟其他國家談 甚至跟俄羅斯談 都有更好的條件 所以本來就是一個互補 可是如果今天澳大利亞或是紐西蘭 跟中國大陸的經濟沒有任何依賴的話 那你基本上對於他們的影響力就不大了 現在為什麼中國大陸影響力這麼大 就是因為你澳大利亞的紅酒依賴中國 龍蝦依賴中國 鐵礦依賴中國 煤礦依賴中國 你其實你各方方面面 很大一部分你都依賴中國 當你對中國大陸敵對的時候 中國大陸開始產生制裁的手段就有效了 所以我覺得大陸現在是要增大你對我的依賴感 我覺得這一點是有效的 很明顯的我們已經看到了 至少兩國的總理也已經簽了 也就是說對於中國大陸的商務 觀光 旅遊等 目前來講對於澳大利亞 中國大陸是免簽 可是大陸到澳大利亞的是三到五年的多簽 要簽證 但是一次簽就是三到五年的多次的進出 這個其實對澳大利亞的觀光旅遊 是很有幫助的 而且科技的合作又要開始了 科技合作就是美國最想不想看到的 但是能夠彈出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往前進一步 至於我覺得德國 德國這個總理哈貝克 他從上任以來一直到現在 他對中國大陸都是敵對的 而且他是仇中反中的 那他在兩年前的時候 2022年他剛上來 他就主張就制定一個對中國大陸的文件 這個文件就是要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其實就是去風險化了 脫鉤了 當初他的戰略就是這樣 所以當夏爾知道到中國去訪問的時候 他連賠都不賠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可是現在為什麼急急忙忙要到中國 對 這樣的一個人 為什麼急急忙忙的現在 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去 帥團去 就代表什麼 德國的經濟不行 如果中國大陸再下手 那你德國根本 你這個部長 他這個黨也別想再執政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的反制 目前只針對豬肉乳酪 還沒有對他擔心的汽車業 是 將軍 中國大陸是澳洲的最大的出口國 他31%通賣了中國大陸 我們看賣東南亞 東南亞10個國家 只買澳洲只11% 後來東南亞10個國家的市場 是中國大陸市場1% 中國大陸是10個國家的三倍 你說澳洲是不是要 他的不管是這些 牛肉還有龍蝦 還有這些紅酒 也包括了礦產 包含天然氣 都要向澳洲買 所以中國大陸在這個地方 當然他有兩大之力 第一個地利之變 5500公里距離中國大陸 你看澳洲距離美國 一萬兩千公里 那兩倍 距離歐洲更遠 繞過印度洋 如果你要走 蘇伊士硬核的話 那到歐洲 也是一萬多公里 還要再付費 對 還要付費 這個要 礦日費時 而且 這些農產品 都要的是時間 你如果是在船上運久了 不新鮮 牛肉不新鮮 這些我們說 龍蝦也不新鮮 中國大陸最近 所以我們看到 他為什麼要重視中國大陸市場 就是地利之變 第三個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華人慢慢變多了 現在澳洲的華人 大概140萬 台灣有5萬 我們講的華僑台僑在澳洲 在中國大陸慢慢往那邊移民去了 移民去之後 影響力就變大了 它的商會 這個諸事會社 就是我們講到的 這是公會 中國大陸的人 華人在那邊有影響力了 跟中國大陸這方面的商業上往來就有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 市場大 交通也便利 華人的 華人現在在澳大利亞的占比 大概6% 那慢慢增加 你可以說是不是 那市場就剛好對了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可以看 從這三個來看的話 那中國大陸的市場會越來越大 因為大家14億人口 然後每個人所得都增加 那說吃龍蝦 是不是大家都吃得起 20年間吃不起 現在吃得起了 那這樣的話 剛好全世界百分 澳大利亞好了 澳大利亞92% 龍蝦是賣給中國大陸 那是不是 大家看好中國大陸的市場 就往那個地方跑了 往那個地方去消費去了 往那個地方賣 做外貿去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澳洲它永遠不會忽略 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 連續15年 本來中國大陸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一直是 一斷掉影響多大 影響很大 這樣子的話 它就要市場 一個農產品 另外一個原料 你不管是鐵砂礦煤礦也好 都是要找市場 找市場 中國大陸就是最佳的市場 就是最佳的市場的經營 35% 對 所以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軍事跟美國是一回事情 但是貿易永遠沒有辦法 把中國大陸丟掉 因為大家都要 很多事情都要從經濟面來看 沒有經濟面 人們也沒辦法生活 你還要包含那個國防預算 奧坎斯 我們講到八艘的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都要錢嘛 那還是要賺錢為上 賺錢為上 找貿易對象 貿易對象找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可以看 因為地緣的關係 這一方面 中國大陸跟澳大利亞的 這方面的 經濟上的 這方面的牽絆 交流 還有我們講的做生意 在這一方面是丟不掉的 觀眾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淺秋 這節國際國內議題的來賓 我們第一位介紹 葉魯政治學博士 郭正亮亮哥 大家好 平安 國際政治專家賴岳謙老師 主持人好 跟朋友大家好 前空軍副司令 張延廷將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兩岸的議題 到底現在要繁花 有盛開的可能 還是繁花落盡 到底有沒有兵凶戰危 其實在台灣的民眾來看 面對賴總統的說法 其實有各種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心情 那對於這位文人部長 掌管了我們家 我們國家重要的 國防的要塞 但孤立雄在面對官校 喊敬禮的時候 看起來卻有點不知所措嗎 看看這場畫面 現場畫面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致敬禮禮的時候 所有的人大概都就定 那以部長應該有的威嚴跟威夷 當大家喊敬禮的時候 他的動作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放哪 看看左邊右邊 好 看看 好 又放回去 放下來又放回去 好 這樣 就是我們的部長 當然他可能對於軍中的禮儀 不見得很熟悉 但這會不會是 我們現在對於民意來講 也是不知所措 不知道賴總統的各種 有點矛盾的論述 是不是真的可以保護 台灣的安全呢 黃埔孝慶上面的言論 其實昨天我們也討論很多 尤其是首戰及中戰 馬英九的說法 來攻擊批評的投降主義說法 他講到的重申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投降主義就是首戰及中戰的說法 那當然顧力熊在立法院答詢的時候就說 賴清德的意思是 接受投降主義的話 才會講首戰及中戰 所以言下之意 我們不能接受 他的簡化思想是如此 那麼過去蔡英文的國防報告 是投降主義嗎 因為這是來自於 蔡總統任內的國防政策研究院 所做出來的報告 他說呢 其實是大陸軍方打仗 想要求勝的戰略目標而已 所以不接受首戰及中戰怎麼辦 馬半批評他 這叫做我們人民需要的是 避戰總統 而不是隱戰的總統 現在這些做法是隱戰嗎 那台灣該怎麼做呢 要仿效所謂的澳洲軍隊 去招募非公民參軍的擁兵制嗎 老外一起來加入我們的軍隊陣容 這個是來自於 美國專欄作家給台灣的建議 那相關的意見可以研議 顧力熊回應 但是這個部分 從長記憶也要有法源 又來了 律師要來立法等立完法 不知道多久 但管不住官兵 或者是官兵士氣 究竟能不能提升 這個是重點 例如有一位在海軍 鳴船艦上面服役的上兵 24歲突然半夜跳海了 他不是要尋短 他是不想當兵 他一路從基隆港這裡 游游游游游游游到和平島 那麼據估算 大概有700米左右 游到了岸上之後 去找附近台船公司的保全求助 很累啦 夜裡要逃啊 那這樣的逃當然還是被抓了嘛 那或者是17歲的少年 在砍傷一位陸軍士兵 這個是概念 是當陸軍到這個吊沙場去 那個時候互相砍殺傷重補治等等的 那麼對於這個官兵的安全 是國家很重要的資源 那官兵的紀律跟心理的感受 當然也更重要 所以顧力雄這個看起來是利多的方法 取消官兵休假的時候安全回報 好像是讓他們很輕鬆放假 可以不用那麼被綁手綁腳 可是這樣的做法 如果外面出了什麼意外 會有狀況的時候 有辦法掌握嗎 那麼許小欣爆料出來說 自從顧力雄取消了官兵休假安全回報 這件事情之後 另外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他們自然用LINE投票來做安全回報 中階軍官改革方法 因為得做啊 他們必須要掌握士兵有沒有游泳出去了 還是士兵在外面有沒有跟人家起的衝突 出了事情了 他們必須掌握嘛 他說因為問顧力雄說 那怎麼處理這個換個做法 還是一樣休假要回報 因為這是軍方內部有需要管理上面 怎麼決定啊 那美國呢 美方的態度是什麼 這個台灣台海無人地獄計畫 上次是智庫的報導 從美方的媒體報導出來 當時我們集中到討論 都是說無人機嗎 所以無人機要把台海布滿 變成一個煉獄地獄般的境況 沒有辦法讓人啊 什麼軍械啊 都沒有辦法進入的情況 但根據環球時報最新的公眾號 這個蘇密院10號的發文 則是說不止不止 不止是無人機而已 根據這個五角大廈 汲取了惡物衝突的經驗之後 空中還有海上都要 尤其是一正在計劃 建造數以千計的海上無人攻擊艇 像這樣的攻擊艇 都是自主可以開到現場 去做各種的環境使用 尤其是台灣海峽 那這個報導還特別講 這個地獄景觀 從空中跟巡弋飛彈各種的組合 加上快艇 就可以破壞解放軍隊 台灣的兩棲登陸 但這個分析認為 美軍想要讓台海真的出現地獄景象的話 關鍵就是說 包括這些船 或者是各種無人機 有沒有辦法真的實現大規模盛產呢 這是個問號 另外金融時報有個報導 我們從一開始看到這個報導 我都覺得來源可能 必須要先疑慮一下 先不用盡興 因為這個報導是引用了說 知情人士透露 習近平在過去去年 曾經跟馮德萊恩碰面的時候的場合 談到美國企圖煽動中國攻擊台灣 習近平當時告訴馮德萊恩說 美國試圖誘騙共軍侵略台灣 但他不會上當 不會中計 這件事情去問了歐盟 歐盟已經否認 私下談話不會做任何的發言跟表示 但習近平有可能會這樣講嗎 我們大家先觀察 這又是一種另外一個形態的大外宣大內宣嗎 我們不知道 但在南海中非南海又出現了這種擦狀的意外 所謂的擦碰是大陸指控說 中國海警微信公眾號發布的 指控說菲律賓的運捕船 我們昨天有看到畫面 是他主動的說要去靠近大陸的海警船 然後碰撞 碰撞之後就喊 哎呀你撞我 就是類似這樣的碰撞事件 還好有錄影存證 所以責任歸屬可以很清楚 但是菲律賓呢 向聯合國遞交的這個申請 就是延伸主權更寬的350海米 這件事情聯合國會不會通過 當然大家也在關注 不過自從15號開始實施海警法的 生船檢查規定之後 最多登檢跟扣押涉嫌 違反出入境管理 進入他們海域的外國人的時候 包括可以關押最多60天 還有各種的加以不經審判 可以拘留的這個權限 現在真的在這樣的碰撕 很難講南海會不會有更危險的風險衝突發生 亮哥當我們看到現在在包括顧力熊 或者是傳出來習近平這種談話的時候 似乎一種氛圍啦 但重點是我們軍方究竟hold不hold得住 志氣如何 因為那個首戰集中戰 是2020年國防研究院 我們的國防部的那個國防研究院 他對大陸戰略思想的一個研究 所以他就說大陸當然希望在最短的時間結束戰爭嘛 那就是首戰決戰就中戰 那就是 就是簡單講啊 就是說他要在很短的時間取得優勢啦 讓你難以逆轉 所以即使之後你要有外力進來支援 比如說美國 那也來不及了 那馬英九做了引述啊 說這個兩岸戰爭就是首戰集中戰 那等於就是馬英九同意大陸的那個戰略的思維嘛 那我們這邊的研究結果也認為是這樣 所以馬英九就認為說你不要期望美軍能夠進來救我們 來不及啦 所以結論就是要避戰 這個才是人家完整的講法嘛 那李賴清德現在要把他扭曲成說 你認為對方是首戰集中戰 所以你就不敢戰 直接投降 所以你就直接投降 那這個邏輯不知道是怎麼推論的啦 其實我坦白講啊 他那個黃埔軍校的演講 前面是沒有問題的 他前面講到那個歷史的延續性嘛 這還是民進黨少有的啊 會去講到這個1945年前的中華民國 那雖然他漏掉抗日那個部分 可是就是他後面就不是啦 他後面就開始又來區分敵我 所以我覺得李彥秋姐講得很對啊 李彥秋姐大概兩個禮拜前就講了 他說我們選了一隻鬥雞啊 不是總統啊 他就回到鬥雞本色了 說不為中華民國奮戰的就是假黃埔 這個在影射誰誰都知道啊 然後接下來就說 首戰集中戰你們就是投降主義 我跟你講這個國民黨要放在心裡啊 表面上他是在攻擊 去廣州參加大陸那邊黃埔百周年的那些軍人 說他們是假黃埔 然後說馬英九影射他是投降主義 我跟你講這兩個抹黑的標籤很快就會貼到國民黨身上 他就已經在號召了嘛 已經在發戰爭檄文了嘛 準備搞民主內戰了嘛 這個就是瘋傳媒今天的社論啊 就賴清德在黃埔軍校準備打民主內戰 準備打國民黨說成是你們就是出了一些假黃埔啦 因為你們就是投降主義啦 你去想想這個1450綠媒會不會立刻拿去用 連總統都在黃埔軍校百周年 這麼莊嚴的地方 你還在搞敵我的分別欸 而且是在分內部欸 你這是什麼總統啊 也難怪會有沈柏陽王毅川這樣的人嘛 沈柏陽就是你提名的不分區啊 在搞麥卡錫主義啊 區分出六種人要做國內監控啊 王毅川在監控對手的群眾啊 所以你這整個佈局就是賴清德路線 就是鬥機路線 民主內戰路線嘛 這還不夠清楚嗎 有哪一個總統會在黃埔軍校那個演講裡面 去搞內部鬥爭的 我真的難以想像欸 怎麼會有這種總統欸 我跟你講 陳水扁 蔡英文 李登輝 會幹這種事嗎 只有你一天到晚在想鬥爭嘛 為什麼 因為40%的得票成為他的內心的陰影嘛 他走不出來嘛 造成他的內傷嘛 所以他一心一意就是 2026 2028要突破50% 這是他唯一的目標嘛 所以為了要這樣就是要鬥爭嘛 要搞民主內戰嘛 我跟你保證 接下來就是柯文哲被起訴 然後繼續圍剿黃國昌 然後把國民黨說成是 假黃埔投降主義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賴清德路線 要變成400%得票率嗎 賴教授你認為金融時報這個報導 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真假 就是習近平會在見楓德萊恩的時候 講這樣的話嗎 這個引述是金融時報 然後楓德萊恩的辦公室 第一時間就否認了 說他們不會違反了外交禮節 把兩位領導人的講話洩漏出去 但是金融時報引述的不只一個人 而是知情的兩個人以上 因為他有引述這個 譬如說另外一個人 他的看法是怎麼樣 現在是歐盟的執委會主席 正在要選舉的時候 怎麼突然間由金融時報 引述不具名的人士講出來 一般來講這種要負原則的 而且是整個歐洲的主流媒體 都在報導 包括反中仇中恨中的 那個法廣也在報導 那麼還有很多的媒體 都在引述這篇報導 這代表什麼 這個總編也一定有看到 他們所採訪的那個人的背景 知情的人 相信說那個人的背景 應該是有參與這個會議 那因此他們才放出來 那我們要問的是 馮德蘭恩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放出這個訊息 馮德蘭恩 放出這個訊息是正在他要選連任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代表他已經在強調說 事實上是拜登想引發兩岸之間的戰爭 所以拜登是說一套做一套的人 然後他已經開始跟拜登有一點點的距離了 那也就是說他希望歐洲的人 歐洲的領袖相信他 他會以歐洲 歐盟的利益為主 不會再以美國的利益為主來犧牲歐洲人的利益 我覺得這個是有一個非常微妙的一種 政治權力的一種動員 因為他想要連任 他北約的秘書長已經飛了嘛 北約的秘書長本來是最有影響力 抉擇權的是美國 但是由於他遭到馬克龍跟蕭爾茲的強力反對 那飛了 飛了以後他現在想留任他現在的位置 再幹五年 一年每個月利息幾十萬 開心得不得了 所以他想繼續擁有這個位置 那怎麼辦 往歐洲跑 蕭爾茲也警告他 你往極右派跑的話 我們德國的票不會給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在玩權力上的遊戲已經出現了 不過他告訴台灣的民眾一件事 確實就是美國要挑起兩岸之間的戰爭 大陸沒有上當 那問題就在於 當初台灣有誰在鼓動去打仗的 在鼓動兩岸之間仇恨的 大陸有誰在鼓動說趕快武統台灣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大家也應該了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陸的領導人的態度就是 我們不會上當 我們不會重機 我們不會跳入美國社的坑 這也就是崔天凱為什麼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在亞洲協會特別強調 中國人不會挑進美國人 他沒有點名 但都知道講的就是美國人所設計的陷阱 我覺得這個就是講得很明白 不過我補充一下這個亮亮所講的這個賴清德 賴清德如果說馬英九是投降主義 那我說賴清德是戰敗主義 你守戰就輸了 所以你守戰及決戰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你守戰就你認為你一定輸到底 所以台軍等於是守戰就戰敗 贏不了 贏不了你就要搞巷戰 你要死多少台灣人 到最後然後你還贏不了 像烏克蘭到現在這樣子 死了多少烏克蘭人 到現在還贏不了 賴清德 烏克蘭人到今天都還贏不了 還在死人 所以這個守戰當然不會是中戰 他要什麼 他要戰到只剩一兵一組為職嗎 因為之前兵推曾經有過這樣子 趙拉兒子先回來吧 孫子也回來 很快 所以對於軍方士氣來講 怎麼會好 而文人部長這些談話裡頭 到底有什麼幫助 上有政策下有辦法 我認為守戰及中戰 就是一定要料理從寬嘛 因為中國大陸他是這種打法 那我們怎麼樣去破招 我們怎麼見招拆招 要這個樣子 那我們是不是要帶著黎琴來練兵 我們應該這個樣子 他既然他有守戰及中戰 這也是2018年2020年 我們國防研究院研究出來的 這是國防研究院出來的話 然後我們這個是不是要料理從寬 綠矩從嚴 帶著黎琴練兵 不然我看我們那個淡水河 那個是長崎直入 海巡 岸巡 淡水港的港巡都沒有發現 你要帶著黎琴嘛 不然根本沒有守戰 中戰 你根本就進來了 那將來的話 是不是有那空中的計程車 空中的這個 這個我們叫飛行傘 就動力飛行傘嘛 就過來了 我們關兵水性不錯 對 是這個樣子嘛 那是不是 我們應該這個樣子 我們的海防都沒有嘛 那空防 我們外島那個丟船單 端午節的時候差點丟粽子 所以馬山哈巴桑天下第一哨嘛 這很清楚 我們有沒有帶著黎琴練兵呢 如果沒有帶黎琴練兵 不是守戰及中戰啦 根本沒有守戰 因為就進來了 都吃完鐵蛋走了 是不是這個樣子呢 我們要這樣子來看自己 我認為 不要去問中共怎麼 問我們準備好沒有 我們軍軍備戰有沒有好 我認為先做兩件事 第一個 賴琴德他是民進黨的總統 要先出來道歉 對不對 瞧不起國軍 不是 他們說那個軍人是米蟲 民進黨說軍人是米蟲 他是民進黨黨主席 他現在是統帥 應該出來道歉 就是說軍人絕對不是米蟲 要這樣講嘛 因為他是主席 民進黨說軍人是米蟲 那你為什麼不出來 你是黨主席 為什麼不出來講話 你是統帥 統帥要為國軍出來講話嘛 說國軍絕對不是米蟲 來蟲軍的都是好男兒 都是有志報效國家的人 出來講嘛 要這個嘛 你這個不做 那這樣子誰要來這邊 第二個我認為先解決退廠機制 因為退廠機制 每一年進來這邊自願役 四千五千個都退廠離開了 你這樣說國軍站立到哪裡去 好不容易累積了他走了 你這樣子招募不夠就算了 15萬人差了七萬五千 因為我們滿邊是二十二萬五千嘛 你只有十五萬多 你差了七萬 那你這個退廠機制那麼多離開了 那多招一點人 所以你看看最近問題那麼多 今年上半年就是 你怎麼還沒打仗 然後剛才你還講了 跳海游泳趕快上和平島去了 就這樣子問題很多 那怎麼辦 那無人島 無人地域計劃有用嗎 那我認為無人 人不夠嘛 就無人機 無人艦 我認為這無人地域計劃 萬一中共是用電磅通戰 你怎麼辦 是用石墨炸彈 因為石墨炸彈專門對無人機 我們都想到說一物客一物 今天有無人機 有無人潛艇 有無人船艦 它可以無人 但是問題是 中共用電磁戰 把它整個干擾掉 不是所有的投資都沒有了 要多方面準備 做這個卷軍備戰 要多遠多多去想 一定要多多設 要以最壞的狀況來設定 然後給自己最嚴格的要求跟訓練 才能夠形成戰力 如果是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感覺到 就跟剛才主持人所說 我們內部都不 剛亮哥也有講 我們內部都在鬥 都不團結 那怎麼樣對外 我認為總統要出來的團結 不要再做內鬥 他說的不對 他說的不對 就是你說的不對 你應該出來團結 不要搞內鬥 對外 一直搞內鬥 為了選舉 為了選票 一直搞內鬥 把對方鬥臭 鬥倒鬥垮 鬥爛 我們國家不是就沒了嗎 都被自己內鬥鬥掉了嗎 總統出來站在制高點 好好團結 我們大家好好談 國事會議大家好好來談 大家提昇高見 然後形成國家政策 然後對國家才會進步 理論上如此 但是內鬥外鬥通通都鬥 部長就讓官兵去放假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